我们要盖养鸡肠 我们要盖养鸡肠 屡次抗议不要盖养鸡肠 但业者认为 一切都有按照行政程序进行 台东市新园社区 将设置五甲地面积的养鸡肠 引发新园部落主任 跟邻近几个社区居民强烈反弹 并多次爆发抗议事件 薰言里里长陈辉中表示 养鸡肠距离部落只有300多公尺 当地居民认为 严重冲击到他们的生活 由于业者不理会当地居民诉求 表示不排除将使用 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 对业者提告 所以未来将来会用 这种原住民基本法来去提告 如果业者跟我们县政府 这边真的没办法的话 我们就用这一条来做诉求 做我们的一个约束跟归纳 对这一次的一个基设 如果真的要养的话 我会抗争到底 随着环保议事抬头 谁都不愿意让污染环境的产业 进入家园 新原理淡机场抗议事件 也引起台东各界人士关注 其实针对了原住民船头领域的部分 针对到这个业者 他将来要经营这个畜牧业 是不是在地方自治法里面 我们可以赶快加速来通过 对这样的行业 是不是有一定的规范 它的位置 以及它的整个设施 是不是符合民众的期待 虚言旅居民表示 3月27号将集结 临近5个社区居民 前往台东县政府抗议 要求政府单位 不要为了业者利益 牺牲人民权益 记者台东综合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